明年的特首選舉 到底誰可以入主禮賓府呢? 決定下屆特首人選的大約1200人選舉委員會全數選出 在破紀錄的高投票率下 泛民陣營贏得325席,超出預期 他們在多個專業界別佈折 至於建制和其他陣營就有869席 仍然是佔大多數 先由林凱庸說泛民贏得哪些界別 泛民主派在多個票倉力補不失 社福界全取60席 法律界、教育界、資訊科技界等等 都贏了所有議席 高等教育界個個得票超過2000 贏了黃于漸、雷鼎名等大教授1000票 但更有象徵意義的是其他專業界別 上屆去梁正英票倉的建築、測量 都市規劃及原景界 今屆大逆轉 30席之中泛民贏了25席 整個業界的一個意識形態的改變 以前我想是用一個業界的一些利益 用一個名氣 現在看到的結果就是 其實市民已經希望 是真真正正的用一些政治的訴求 用一些價值去衡量投票 工程界30席 泛民拿到一半 他們形容是攻陷了建制派堡壘 第一次出來參選 我們不單是代表工程師 我們是真的代表香港每個人 去選我們的特首 競爭最激烈的衛生服務界 上屆泛民得5席 今屆30席贏了 選民他們很認同 今次的特首選委的選舉 其實是代表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 他們的一個表態 醫學界泛民協調了19人出選 全部贏出 連中醫界都有零的突破 贏到三席 會計界之中 泛民協調名單贏了26席 其餘4席是由原本主打反糧的名單拿到 結果有競爭的界別 泛民派300多人出選 8成多人贏了 1200人的選委會 泛民勢力佔了2成7 比例是回歸以來最高 有線電視記者在林海榮 建制陣營在選委會掌握超過800票 不過到特首選舉的時候 是否會團結支持一個候選人 仍然有變數 有旺曉瑩分析一下 一離開個人票界別 泛民的優勢大大削弱 在文化小組就敵不過他 19號候選人汪明泉 恭喜當選的候選人 黃明泉名單贏了15席 周博然搶攤失敗 很有競爭的一個選舉 對方的隊伍雖然是年輕人 但是他們都做得非常之好 25個有競爭的界別中 有11個議席傳由建制派囊括 包括商界、勞工、區議會、鄉議局等等 整體形勢扣了泛民的325席 和8個親泛民人士 建制派仍然穩佔800多席 遠超特首當選門檻601票 傳統上立場最親北京的 即是中企、漁龍、勞工、人大政協等 有261席 其餘600票未必鐵板一塊 就以糧刑為例 多個界別租洗倉 旅遊界高調挺糧的 葉慶寧五人名單就得一個當選 建設界梁營選委就輸剩烏滿海 就是委存 埋單計數 上屆提名過梁振英的有172人是選委 提名過唐英的就更加多 有250人 包括他 他相信唐英今屆的傾向很明顯 如果以政黨計 民建聯至少手握62票 工聯會至少49票 有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報道 全國廣告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 中央早已預料這次泛民主派會拿到300多席 他認為除非泛民選委能夠綑綁投票 否則很難造謊 施樂秋報道 泛民贏到的選委席位比上屆多100席 在多個傳統上 建制派佔優的專業界別成功搶攤 中大政治學者蔡子強認為 反應專業中產普遍不滿現狀 北京應該收到警號 這些專業中產領域 正正是香港社會管治 穩定的最重要核心 所以我猜工程界和測量界 今次的選舉結果 我猜對北京應該挺震撼 我想中央不會這麼震驚 因為他應該有心理準備 在阿尼泊九月份立法會選舉結果 加上看到今次選委會選舉 很多年輕人特別年輕專業人士 直接參選和直接投票 劉兆佳認為雖然泛民手握三百多票 但除非可以捆綁投票 又拉攏到部分建制派合作 否則很難左右哪個當選特首 他預料中央至今仍然希望特首選舉有競爭 建制陣營絕少兩個人選 亦都有把握最後建制派選委會團結 特首不用靠泛民票才當選 有線電視機 翟師郎 秋布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